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标股及先锋 我是安琪啦 我是钟祥老师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先帮我订阅钟祥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呢 也都欢迎到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呢 我们会再早时间帮大家解答 好那回到今天的台股大盘 今天跌了180多点 难道Computex是一日行情吗 怎么会这样呢 老师我们该如何观察这波局势 好首先啊 这里高低位阶有一点转换 是 昨天很多股票涨停 今天竟然跌停板 这个都是黄仁勋点名的股票 今天有的股票汉地拔冲落起来 所以同学 其实在这里我一直告诉同学 过高的股票你就不要追 我们没有也不要追 追了就死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先订阅按赞分享 老师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今天的爱普会过372块 对有 那今天爱普最高来到388 388离掌停板只差4块钱 你还要追吗 不用 就是持股续报就 那待会我会我会我会用我的角度我来教同学怎么看爱普 是那今天来说的话 金国光也是拉拉上去又又又又摔下来 不过他已经第四天了 明天第五天搞不好开高走高就拉一根残红 那因为今天大盘不好 对赶快订阅按赞分享会告诉你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开盘连平盘都没有 对啊今天开盘就跌 然后后来跌更凶 开盘就跌后来跌更凶 收盘的时候刚好跌180点 是 这蛮蛮准的 对啊 那最低的时候是跌200多点 好 在这里来说大家黄恩勋说 哎呦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机器人2359 广民 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机器人所罗门今天快跌停 各位 30几块涨到180块 如果还有老师180块在这边说 你看我们买了又赚钱那就不必了 同学6188 既然所罗门会跌 广民一定跌 2354的红准也一定跌 我们是已经出掉了啊 最最高的会员出在75块以上 最低的会员反正都是赚钱出的也没有关系 像6125这支股票更更扯 对啊都跌到要跌停啊 拉到快涨停 今天一天差段多少你知道吧 差大概十几 意思是说你今天如果你买在137以上的 哇那真的快哭出来了 那你看一下他是不是涨很多 昨天跳工涨停嘛 嗯 广远这家公司其实我以前很熟啊 千万不要追高啦 当然拉回来亮说价稳要买再来买啊 那还有五四七四充态不是大家说很好吗 今天也是跌 2331更扯 对啊本来涨停板就后来涨停板锁你买不到啊 对啊 当你买到之后 他直接跌爆 他啪啊 对不对 同学他是不是昨天开盘涨停板 嗯啊 所以我不会带同学去买这种去追高的股票啊 那3312对不对红衣股 哇很多老师介绍啊 老师跳工涨停涨停涨停对了啊 你在这里还不卖啊 今天马上就送一支给你啊 老师红衣股是那个那个人家说是那个黄仁勋 哦怎样怎样怎样 有一个老师姓风的那通常他们家住在开封府 封开啊还我说实在这种股票啊 当然啦你如果买在低点啊 我恭喜你了 但是这几天还在介绍那就不太对了啊 来看一下啊 还有2486一圈 对不对一圈就涨很多了 是一直创新高的股票啊 昨天涨停的啊 那还有2465立台 立台这家公司说实在 同学长到这里 我觉得去追利润不多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跟同学追踪的股票 在这里6531的爱普 今天最高来到288 288绝对不是我们会员去买 我今天叫会员不要去追高 老师为什么288很多同学都想 288到292涨停板只差一点点 对就没有办法涨停板 好今天是不是出量了 是啊今天量很多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你不要看他都没量哦 当他出量的时候就是涨停了 对对不对 但是你要去追吗 因为他季线还往下 但是五日线跟月线已经往上了嘛 对对不对 他在IP股里面算强的 3443是不是 月线一站上就过季线嘛 虽然季线还往下 还往上走嘛 对不对 那有同学就说有人告诉你这个3661 世新不涨的话其他股票不会涨 巴布啦 今天世新跌啊 世新也没怎么涨跌啊 对不对 3035的资源 我就跟你讲啊 如果资源来到310块以上 是 爱普就到400块以上了 我跟你讲过了 昨天有讲 对我们昨天有讲啊 今天是不是爱普涨的比资源多 好 同学我们来分析一下爱普 明天还会不会涨 这比较重要 对不对 这比较重要 我问你啊 爱普其实股讯我看得很清楚 他只要是10点之前拉的 拉高之后 他尾盘一定没有办法收在相对高 因为早上拉太凶了 散户都进来了 对不对 大盘在跌 他自然而然他就上不去 我跟你讲啊 爱普要嘛 他不能够10点以前拉 10点以前拉 要不然他就直接开高走高 要不然10点以前拉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同学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10点以前拉是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因为10点以前拉 所以我叫同学说不要追 不要追 380以上都不要追 不要追 老师那我们要买呢 要买在收盘的时候 再来买 那为什么 今天有一根上面的毛毛 今天有点粗量 那我昨天在这里告诉你说 黄仁勋他有假 IP股 对啊 他是不是就上去了 他就点到 就像2388 昨天黄仁勋跟 这个 跟那个王雪红 今天 威胜是不是上去了 是 威胜收盘还在红的呢 没有跌下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说实在啦 黄仁勋加持的有很多支股票也是一样 那老师金国光 金国光 跌一点点 这里拉不是你拉的吧 嗯 这里是不是大量 是 450张大量把它吃过去 老师为什么要下来 我问你 两根涨停之后 是不是休息四天 是 第五天拉涨停 拉涨停以后又开高走低 每天都开高走低 对不对 但是没有量 那明天会不会开高走高拉涨停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有惯性 同学他有惯性 他的惯性就是这样 你注意到 这里是涨停 这里是涨停 然后开高走低 开低走高 开高走低 开低走高 然后拉涨停 这里是不是整理四天 是 这个是不是拉涨停 开高走低 开低走高 开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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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今天低点 今天高点有过昨天的高点 就代表强 是 老师那明天 明天就注意 他有没有机会 冲出去 因为如果以323来说 323 明天的涨停板是35块 323 35块多 对不对 老师跟你讲5351的预创 都是外资在买 对 但是50块以下也蛮稳的 54块一直没有办法过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还有安国 安国也蛮扯的 早上拉那么高 又杀到我们满进的价位 所以这一支股票 说实在也蛮贼的 因为上面这里 180这里还是有短线的压力 对 他今天有压力 6462的神盾 也是一样拉那么高 也是杀下来 老师他每次开低之后 尾盘都会拉上去 那开高之后拉下来 所以你要了解 每一支股票的股信 你不了解股信 你就没办法做股票 像譬如说6531的爱普 早上你在这里不敢买 你看拉上来去追 10点我跟你讲 他10点以前 他如果说10点以后才开始拉 就非常有机会涨停板锁 因为他10点拉太凶了 但是注意到 他今天收盘价多少 366 我教同学 这里的高点是不是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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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这里是不是开低走高 对 今天收盘是不是收366 因为他必须 收盘价一定在366 所以我在这里 很多同学问我 私赖问我 我就说他收盘价会在366 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固定 不是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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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收盘必须收到这里 但是明天就注意了 明天要过这条季线了 我问你 IP股我们整个来看一下 6643 我们今天梁小姐还做当冲 他太扯了 平盘拉到涨停板 涨停板又摔到平盘 你说够不够扯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碰到季线 对 好我们一档一档来说 来3443 是不是季线先过 他月线是跳空掌停板过的 月线是跳空掌停板过的 对不对 所以月线过了就过季线 现在季线已经开始要往上了 他算是第一个最强的 所以我昨天的胎关里面有写 创意最强再来换谁 其实我这样写就已经很明白 一定是换爱普 爱普是不是 对不对 一定换爱普 爱普这个季线 未来扣底的位置在底 还有重点 爱普的月线已经往上了 五日线往上月线往上 那只代表一点 他拉回 即使拉回幅度不会太深 他不可能像这样一下子就跌十几块钱 他还有可能盘中一拉就是20块 但是如果拉20块不要去追 好不好 不要去追 来我们看一下3443是第一个强的吧 对不对 那再来3661 我问你3661的季线过了没有 还没 3661的季线未来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他这里是有一点底部的味道 2500大概不会破了 但是他的季线也过不去 所以这一档股票你盘中不要去追 他的资商在2800块 2800块的资商很强了 如果美国股市跌 你大概在2800到2820都可以嘛 那大概是这样 6643 对不对 是不是季线 他是碰到季线下来 对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有过季线的3443 有没有过 有 第二档有过季线的是谁 艾浦 艾浦 好问你3035有没有过 还没 那一个 而且3035的季线未来扣底的位置还没有马上下来 虽然他月线站上了但是还没有马上下来 所以同学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所讲的如果懂技术分析的你一定给我按个赞 因为你会知道哎呦老师教我啊不懂的我这样讲一讲你也会懂 对不对 那老师有没有教你258他今天最高点多少300亿对 有没有是不是300亿嗯 老师有没有准 有准哦 我跟你讲啊限增价300亿啊嗯 对不对不会骗你啦同学啊来6531的艾浦最高多少388 258258要不然呢老师跟你讲258你就不相信啊 258258你不相信对不对啊2388的卫生 老师你这个就不太准最高124没有到125嗯好 但是他说法没有跌对不对哎为什么124刚好极限哦 是因为极限的对因为极限的关系啊 好同学所以在这里我们跟同学讲哦涨多的股票比较嘴 像比如说3324双红他最近开始转弱3017开始转弱了 你注意到高档跌下来5根黑K了嗯那老师外资不是挑胜平等嘛 嗯那外资只要不再买他就搞不好就就就就下下来的幅度会很深哦 哦还有老师告诉你3231伪创是不是又不会动 就是毛毛虫就在这个区间嘛嗯老师外资说168 我问你啦168他有买吗他没有买 2382的广达嗯老师黄仁逊跟他吃饭对 我就跟你讲创新高你就不要买嗯对不对啊如果跌呢 他就跌嘛跌嘛跌嘛跌跌 我说林百里这个这一天涨停板是他生日嘛对不对啊 创新高你一定站在卖方嘛嗯啊真的要买你就跌下来嘛 跌下来看没有机会跌到250嘛2376的技嘉对不对是不是也在跌对啊就这些股票 老师人家说那个哦这个黄仁逊要用很多AI伺服器 2317的鸿海伺服器的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过 嗯市场谣传到200嗯对啊那有一个歌星叫李九泽 李九泽什么呢打九泽就好 对不对原来如此200块你给他打个九泽 180块以上你就要卖了啦哦 老师我一定要报到200那就继续报啊嗯 如果你买在100块是可以报啦嗯那如果买在130可以报啦 那我问你你买在180的怎么办 已经来不及也被套了对被套了嘛对啊 所以李九泽嘛老师就跟你讲过人家目标价你给他打个九泽嘛嗯对不对 老师那这样子照你这样讲6531的爱普啊 那外资看666嘛嗯对啊666打九泽也有600哦 他还是可以上去对啊600600也会过555啊嗯对不对啊 老师跟你们讲哈当然爱普在叠的时候很多人都都在骂我啦啊 那我就说我不怕你们骂因为我知道他会上去嗯对不对对啊来参加的会员 都买在350几块吧嗯啊啊老师我买在450几块450几块也会解套啊嗯 大概我说实在啦不用太久了嗯 今年过年啊哎我跟你讲黄仁勋超维跟黄仁勋都有提到嗯细致财IP哦 细致财细致财IP我告诉细致财的股票嗯你不要小看他 老师看好自然有我的道理你不相信也没关系啊嗯老师如果来到啊500块我就解套兼获利了我来参加会员好那你就等500块可以但是每天还是可以架杀操作嗯好不好啊那这边有网友有问题好来他想要问五四个人啊 五四九八的凯威五四九八的凯威他买在16块然后问老师说他应该要继续加码吗最近还是说不要不要加码不要加码了不要加码他会继续跌吗嗯不会了不会他已经跌五天了差不多了对量已经缩了哦而且他今天还有冲高嗯他是因为尾盘不好对跌16块应该是不会套嗯 但是不设价是不是16块以上嗯啊如果来到16块以上因为你注意到啊他在18块这边不容易过啊他没有那个题材会过所以来到18块16块以上1617你就可以卖掉好不好再来好那下一题老师有人问说2363的系统 他说最近因为要减资了嘛今天减资了然后他说今天减资吗好像是哎我看到新闻说还没还没减资吧还没还没因为减资他价钱会不一样哦对你懂吗因为减资以后他那个配他不是减资以后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减资以后现在60块减资以后就可能变50块哦不是不是变50块减资以后会变贵 对啊价钱会变贵哦啊他今天还算蛮稳的嗯我有跟你讲这支股票先不要动嗯啊有吉拉的话如果有到60到65之间你再出嗯他算蛮稳的哦他算蛮稳他算蛮稳的我讲实在话好再来好那下一个他说2313的华通他买在81块有机会解套吗81块是贵了一点对啊可能买在前方前方华通以前哦以前华通都二三十块 哦对前面很除除了在20年前华通那时候大概都100块200块嗯因为老师那时候有做过华通来我们给你看一下月线嗯对这个对不对嗯华通以前都二三十块嗯这个两块钱不能算大概都二三十块嗯所以涨到这里已经涨很多了啊涨很多了涨很多了涨很多了基本上你买80块华通买80块算贵了一点我讲实在话 日线在旁边对啊算贵了一点嗯大概75块到80块先卖掉哦好再来好那有可以讲一下8291的上贸吗因为最近涨到翻掉开盘就涨停还锁住我跟你讲啊嗯这种股票是不是天天涨停吧对啊怎么会涨成这样啊这个哦同学你逼我会选股啊哈哈哈你带我们公司来啊我参加你的会员哈哈哈他好会但是但是问题是嗯 嗯他也没有量哦他没有量两百一张嗯嗯像譬如说在这里这里成交量几张你知道吗6块7块8块9块10块11块啊嗯他每天都没有量就咚咚咚咚咚这样上来嗯这个一定是有人在吵哦因为他的股本一定很小嗯好我们来算一下几只涨停吧12345678对不对9只吗8只还9只 8只8只按照那个技术分析的理论嗯明天会出量8哦112358肺波南西西数明天应该会爆量但是爆量之后哦会怎么样就震荡幅度就会很大哦所以你能够买到的我恭喜你啊那我们公司有职缺赶快把电话进来问我们这个助理小姐啊那你来当老师啊老师参加你的会员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赚钱啊我带会员买对不对大家一起赚钱不过这种股票啊因为成交量不够大嗯啊除非说啊第一支涨停板你进去买但是但是说实在来成交量也就几十张对啊谁知道他会涨对啊就不知道这个就是有人吵了嗯好再来好那那在最后一题啊有人问说那个3540要月他今天涨停板他以后还有可能在 继续涨了就是他有机会再往上买两根了对两根了要月也是谁点名的黄仁勋对啊也是黄仁勋点名黄仁勋你看哎上一次记不记得在这里WD的时候叫你不要卖嗯有没有我说在这里有人打电话进来说要卖我说不要卖嗯我说你要卖最少要等到差不多这个附近再来卖哦对不对嗯上市是不是跌的跟猪头一样对对不对从多少从60块跌到30几块嗯对不对老师我就抱不住 抱不住啊我有跟你讲因为这一根长红棒奠定了他一个胜利的基础哦看到没有对好那上来以后嗯他有没有跌破这根长红棒过没有没有好现在涨停涨停嗯好我们看成交量几张两千多张明天第三根涨停哦嗯不要再追了空守着啊手上有的哈明天的涨停板大概就会过这个高点哦 哦会涨那么多我会涨到涨停板因为两根涨停啊嗯那明明天再涨停是不是过这个高点对那过这个高点要干嘛要赶快卖掉可以先卖一半先卖一半如果你怕的话先卖一半十张先卖五张是哦明天不能爆量哦像这个爆量就会死就就会等很久啊嗯像王文香点很久点很久哈哈哈哈哈哈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 那还有更多的问题就赶快去追踪老师的Telegram W1788标股及先锋那我们节目都先到这边咯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我看我的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耶真的 那有sense了吧拜拜拜拜